好,上禮拜我們有講到那個 你看到你肚子這麼自動開始浮起來亂飛的是不是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到底我們該怎麼樣去 我們基本上這個 期末考今天講一半 所以期末考是下禮拜 我們來個假的字幕 你稍微去多少複習 不是多少複習 要複習很多,或是複習一下而已 來,我們簡單的把上次所講的複習一下 這邊有個電場 那你用什麼電場的形成呢 電場的形成呢 基本上可能就是這邊有個電板 這是半身電 這邊有另外一個電板 全部帶負電 好,那我們就一個固執的原理來看的話 這邊可不可能全部帶負電 沒有電子的正電 不可能 所以帶負電的意思說 這邊的電子比 多 比字多 那帶的多一點點 這邊說是帶正電的意思嗎 電子比較多 其實有可能只帶正電 不可能 基本上在目前來講 你也很難只帶正電 目前沒有一個物質只帶正電 你說一個氫離子 對,它只帶正電 可是氫離子這個東西在自然間很難 存在很久 它可以一下子不見了 所以它是必須跟別人來心 所以我們講這個鐵板 這鐵板裡面不可能只有鐵 在原子核 它用鐵的電子 但是 我們可能讓它多帶著電子 它就帶不了 這邊把電子拿掉 它帶正電 好,那 這邊形成一個電廠之後 假設這邊放了一個 我今天放個方向 成道夫 所以假設你放個正電 在這邊的話 這個正電 為什麼沒跑 假的 我下一個洞 這是一個電廠的概念 就是這樣 所以當我們發現了 假設這邊有一東西 它帶了一庫輪的電 它可以讓它移動了 從這邊移動到這邊 可以得到硬加紋的能量 我們就說 這邊的電廠 這邊是零 是零伏特 我剛才想不到 你說 假如說 你那個中間放很多正電 然後那個球會卸掉 那下一個會不會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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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但是請問這樣 這個正電荷 這個正電荷 在一庫輪正電荷的物體 從這邊移動到這邊 我們沒想到距離 它只是移動這個範圍 它從這邊移動到這邊 假設它這樣移動 它可以獲得一焦耳的能量 我們就說 這兩指 兩指間的正電荷的電壓差 我們找到一伏特 這電壓差 就是一伏特 這是我們的電壓的概念 所以你看 我這樣做工 我可以做多少工 做一覺的工 所以我們講說 好了 假設我每秒鐘 每秒鐘可以送出一庫輪的電過來 我每秒鐘可以送出一庫輪的電過來 我每秒鐘可以送一庫輪的電過來 去嗎 這邊的電流是多少 每秒鐘 一庫輪的電 然後電流是多少 電流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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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那 Data Data 我是 不要 我只知道 那 我也只知道 複人男 那它會這樣佔下去一點 可以啦,佔下去夠了 所以我不需要找甚麼JPJ 這可是變化電圍 因為不是固人的那個嗎? 不是 蛤? 就是固人的… 固人的單本一形 就Q 我意思是說固人意思是JPJ 但這就是JPJ 不是,固人意思是個量 是個重量 難怪我們不得了?變化量 好 這是電流 你答錯了三角形 三角形給我拿一下 我都會拿一下 那是電流 電的流動 電的流動後面講說這電流很大 這電流很小 它為時間所流過的量 所以我每當天所流過的量很多 每當天所流過量很少 就代表它的電流很大 或電流很小 那我剛剛跟您說我每一秒都流過一 每一秒都流過一阿虎是1分之1 是1分之1 所以我的電流量是1阿虎 我要是1阿虎 阿虎是電流單位 那難錯的是電量 過了是電量 對啊 那你差一點 呃 你跑幾公尺 幾公尺是什麼單位 距離 是長度單位距離單位 那你的速度是什麼單位 對 速度是 速度是 速度就是加上時間 可是你的量是 對 我妹妹阿虎留過 五庫的跟妹妹阿虎留過 兩庫的也不一樣 那不一樣 對 結果就是一個是 其實 電流等於 其實電流等於 什麼安培 電流的單位是安培 OK 可以 單位 你知道什麼是單位吧 對 那他電流的單位是安培 嗯 好 電量的單位是庫倫 所以就是 delta t 分之delta q 得 多少安培 對 電流 好了 那我剛剛講 我假設 q 這麼多庫倫的電量 移動過 我可以得到一樣 你教我能量 對不對 那 我每秒鐘 怎麼了 有點難免 你又卡住人了 這樣叫我耳朵 現在我是能量嗎 好 再來 那個 那個 你要 你要複習啊 好啦 你的 嚴格來講 呃 說不定記憶 記憶性比較差一點的時候 你要多複習才記起來啊 對不對 你現在看三個之後 我這個也好沒聽過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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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會三個很困難 那全體是你前面沒有進行嗎 對啊 你沒有記得啊 這些 你有在聽嗎 有 所以他假如他下去教人 這樣 對 那我們懂 那跟那個電流 跟電流 跟我們 我現在講 我只要一庫倫的電圖 都留不來 得到一庫倫這樣 我現在告訴你 每秒鐘 每秒鐘 都留下一庫倫 所以是不是像在講 我每秒鐘 得到多少教的能量 一 一嘛 我每秒鐘是可以獲得一教的能量 對 因為每秒鐘得到一庫倫留下 我知道一庫倫留下 就是一教的能量 所以每秒鐘留下一庫倫 也就是安培是一的時候 可以知道我每秒鐘 可以獲得一教的能量 對 好了 每秒鐘 每秒鐘 單位時間內所獲得的能量 是什麼 叫做功率 所以我每單位時間 所獲得的功率 獲得的能量 功率 在這邊來講 功率是 能量是什麼 能量是 V乘量Q 對不對 那再出來不知道T 對不對 V是固定的 Q有電話 所以等於什麼 V乘量I 所以就是上個角 P等於V乘量I 對不對 記不記得 fat V V是電壓 電壓 Hue 電壓 成段 UFC 電壓成段 庫倫是我們的功 我們可以獲得一教可能 因為這是定義的 是被定義的 我們定義說 從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 bisa carried out 1 ICU 可以得到一教的能量 所以我가�彼 這兩天的電壓差 是I 一幅特 是先 B乘Q是 B乘Q,B是電壓 B是電壓,你可以再拿 你可以拿個B字 在WINZ 好了,那想一下 我現在這個電腦是一伏特的 我現在這個電腦是一伏特的給你壓 我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讓這個電腦變成兩伏特的 聲揚 聲揚,什麼聲揚 下面是 說看 什麼聲揚 你想想看 這邊是一伏特跟這邊是兩伏特的差異式 假如同樣放個東西在這邊 同樣放個正點盒 Q固的正點盒在這邊的時候 一伏特的情況跟兩伏特的情況會有差異 比例比較大 他瘦的力比較大 我這裡有個正點盒,他瘦的力比較大 他如何能夠讓這個瘦的力比較大 我知道了 下面減少 然後上面就會力比較大 對,我這邊要增加 這邊要增加 我的伏電要再增加一倍 對 就是讓他的相似力和相似力 我這個正點也要增加一倍 我不知道 你是說下面就增加,上面就要增加 不是,所以同時都要增加 這邊要增加多一點,這邊要增加多一點 就要增加多一點的力量 對啊 就這樣變兩伏特 這你自己加 概念上是這樣子 所以你剛剛問我他怎麼變兩伏特 我應該要說 上面下面各加 各增加電荷 各增加電荷 我們講是電荷 那如果只有一個增加 最後一邊增加的話 那只要一半 你看他這邊所受的力 是來自於他上面的排斥力 跟這邊的吸引力 吸引力應該很快 吸引力應該是光明面 對不對 可是這邊是固定不動的 所以他是會被他拉下來 這邊會推 這邊正電荷會推正電荷 可是負電荷會吸正電荷 所以這邊的吸力,這邊的推力 可是如果增加一邊的話呢 那我只有增加這邊的推力 我沒有增加這邊的吸力 所以是角度跟自己的力量 對 我也要問你一下 好,假如你說這是正電的物件 對 然後呢 他下個附馬針 然後他這個東西帶正電 然後他就看正電排斥 然後他附近很相信 然後他下來 那他在 他的兩邊的引力跟相似的相似 他會不會 他會 重複到 他會不會只執行相吸的力 或者是相似的力 為什麼 因為 你想要一個東西在移動 假如他先受了相吸的力 他移動下去了 那相對他的排斥力也會變小 對啊 可是他吸力會增加 對啊 所以我說他這一個 一個是變大 另外一個變小 他是一個反比的關係 對 但是他會 他只會用到一邊的力 也就是說我就算 那我就算沒有正電 所以做負電 他還是有一輔特 對 那如果我只有正電 那我還是有一輔特 他意思是說 沒有錯 老師講也沒有錯 就是說假如沒有這邊的電 這邊是不帶電的 他會被他排斥 那你覺得說 這個電廠還是有一個電壓 就是他是一個 他沒有 就是有一輔車 他有引擎 他有一個噴射火箭 然後呢 他兩個都開 然後噴射火箭他力量不太大 所以他就飛走 那他引擎的力就沒有用到 沒有用到 只是效力小一點 對 概念上這樣沒錯 對 他意思說 假如我車沒有電熱 好 我有辦法讓這邊的正電熱 行程這邊是一輔特的電壓 有沒有可能 可以的啊 還是有可能啊 怎麼說 這個一輔特的電壓 意思是說 反正我車可以移動到某個地方 停 他不動了 或者移動到這邊 我們只量一下他這條線 他這個電熱 只要能獲得一腳的能量 我們說這一頂啊 這一頂也是一輔特啊 我的意思是說 那這樣的話 不是其實很 就是 就是那個軟 有沒有 復電的地方 不是 但是我們通常在實驗上 像陳玉都講這個辦法 這個狀況 這電廠是叫不叫均勻電廠 你的意思是說 他很久了 就差了有 差了有一點腳額 不一定 他可以定位 真的正電會要很大 他可能 也許到我們一定的方法 他可以不叫人 我的意思不是這樣啊 我跟你說 假如你原本正電是某個量 然後負電是某個量 然後他 他那個 有一個 這個物體 他的移動 然後會產生一腳的能量 是 那我說 在同等 我不改變量 會是把負電拿掉 那他是不是還會有一個腳的能量 還是 只要兩人之間的電位差 是一幅度 他就是有一個腳的能量 我現在不要畫面 我現在從後面 這邊是個電廠 這電廠怎麼形容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不管啊 就是有一個電廠 這電廠可能是因為 上面有正電 下面沒有負電 有可能上面有正電 下面有負電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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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是有正電也可以 當然可以啊 你來想 這個正電他就有電廠 他電廠是向外的 四面八方 對不對 我只要這邊放個正電 我就會被他排斥 我就不往外跑 好的形式 沒有錯吧 所以我只要認了一個 認了一個正電 他都有電廠 沒有錯吧 所以這電廠是無所不在的 對啊 我問這個意思 睡覺怎麼會有 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這個 就是 正電 它因為它是正的 負的 然後假如正是 X這個量 那負它也是X這個量 這時候它有東西移動 它會產生一腳的能量 對 那時候我把負的拿掉 我把這個負的拿掉 對 我的正電還是X的量 對 那它會不會產生一腳 不會啊 它就變成V6條 不一定 呃 不一定 我比較好想拿到V6條 但是 但是我們現在不管這個東西嗎 我現在只要 我跟你講在 在現實生活上 甚至電廠都不是 不是這樣的一個 不是這樣的形狀 它電廠還是這樣的形狀 為什麼 假設我這邊有負電 我這邊有負電 那我這邊有正電 我這邊有正電 那我這邊一個正電 那要怎麼跑 我是不是被它排斥 我被它吸 我是會往這邊吸過來 對不對 那我這邊可能還有一個正電在這裡 我吸到這邊的時候 這邊有排斥 我往這邊推 我就會移動了 所以 一個電廠在空間中 它可能是 隨便一個形狀 可能這一個形狀 可是呢 可是呢 我不管 我這個正電 我只要移動了這個區域 我從這邊到這邊 我得到 一加我的能量 我就說 這個點 到這個點 的電壓差多少 一伏特 沒有錯 就這樣子 容易是嗎 知道這個電廠 容易不是做 所以一伏特其實是一個很小的 一伏特很小 怎麼做 我拿一下導線 要彎彎 他們就裡面的電廠是這個樣子 是不是 是吧 這很簡單 那我拿一個電池 進到電摩 我就把這個電線 繞成一個彎曲 扭曲的形狀 接回來 復電的位置 這邊的電廠是怎麼長這個形狀 那如果有兩個 想說這個動作就開刷就對了 那電廠就開刷了 對 那如果又接回來了 那就接回來了 你的電線怎麼拍 那你的電廠就怎麼拍 對不對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現在教你 一庫輪的電 我只要經過 某個電位差 我們獲得 教人 你說這兩支點 間的電位差 就是 一伏特 這樣定不出來 你說 一庫輪的 列一列 然後 我只要他移動了一個 我們電位差 我能獲得 教人能量 這個電位差 就是一伏特 好 這樣問題 好 OK 好了 那我們 我們 這樣不會再慢慢變越去越多 他會 他會 可是 可是 你這樣子 產生能量 他會變什麼 能量看他變成什麼 你可能會讓他發光再變光 不知道 我會說空氣中 有沒有可能這樣 你能把這個影響 這個電 這個電 這個電荷 這個帶電荷的物質 只有他自己不能電 這還很容易 不是 他這個東西 你要東西 一定要讓他帶電 他帶電一定是個物質 那電量不會自己單影存在 空氣 裡面有可能 空氣有可能有 就是雲 雲是不是也是一個 也是可以帶電動物質 他會這樣流動 流動 所以你意思說 有一個空氣然後帶著電子 對 然後這樣流動 流動可能在空氣中 有可能 所以空氣中流動可能 無形形 產生一個 能量 能量 就是能量 絕對有可能 那他會變什麼 熱量 他 一般來講 如果這樣形成的能量 他就是 可以變成 因為他這樣移動 他就類似相當一個電流 他就可以變成一個 可以相當是一個 熱量 可以散 散掉 所以你意思說 假如這邊有個電子 然後到這邊 對 就有一個家人的能量 假如這邊 一個電子能量很小 那應該講是 護輪的電 這邊有一個護輪的電 對 然後到這邊 對 要好好形成 一角的能量 對 那表示這兩點之間 有一個 所以在這邊特別的 不是這個意思 這兩點間一定有 所謂的一伏特的電壓差 嗯 這個物體 假如他帶著護輪的電 他從這一點 移動到這一點 他就去有一角的能量 對 那這一招能量 能量 對 假如我這邊這個 敷電的部分 就是這個 零伏特的位置 我被這零伏特的電 撞到 會怎麼樣 他一個人形成火花 很形成火花 很形成熱 在這邊就消失掉 對 那這就像打雷一樣 我 所以說 當我空間中 我必須的火 我現在給我一個問題是 假如 假如 一個人帶電物質 他到這邊 然後他 他那個 就是放出一角有 能量的位置 你放不會這樣 因為你這樣就長到陳佑 陳佑就 看不見我們在討論一下 可能就慢慢就會 對 一個人的 就是帶一個人的 電 然後到這個 位置以後 他的能量 是會這樣 是在這邊 在足中 在足中 我現在解釋給你聽 我的地板 這是雲 我的雲的流動過程當中 他是越帶越多電 電汗越帶越多 這中間是不是形成一個電場 這電場形成之後 在某個剎那 這個中間的水氣 可以流動 可以讓他導電的情況下 他的雷打下來 打下來 這雷打下來 這邊的大 很大量的電流 流過來了 很大量的電 帶電的物體 流下來了 這個流動的東西 不是一個物體 是電流而已 因為他的電 透過這個水氣的解離 它從這邊移動到這邊 假設這邊有個樹 好樹 就燒起來了 電這樣子打下來 對 空間中的水被解離 空間中的水被解離 它下雨的時候 就下那個水 就是下 那怎麼會這樣啊 所以空間中有很多水氣啊 哦 對 你不能只看椅蒂 你不能只看椅蒂 對對對 那我要問的意思就是說 嗯 就是這樣子打下來 對 這邊的能量 應該是這邊最小 這邊最大 哇 所以是說你這樣打下來 你要是中間有什麼東西 這樣通過 那 這邊的能量 接收能量 這個不一定 這個不一定 但是因為 它中間 中間都有 中間都有 可是你說下雨比較大 中間都有 但是好 你又打到什麼 誰要留光位子 因為 通常來講 我們想說 你的電壓 跟 你的 你的功率啊 跟你的電壓差 跟你的電流有什麼關係 我這中間的電壓差大不大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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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邊幾乎沒有阻力 因為在這麼大電流 只要是中間的水滴 直接解離完之後 這中間幾乎沒有阻力 阻力相對比這邊還小 所以我這邊 這邊兩點間的電壓差比很小 可是我這邊看到這一點的電壓差比很大 所以我這邊所耗的功率很大 我這邊所得到的能量很多 我這邊相對得到的能量都很少 可是能量你看得見為什麼 它不是發光嗎 它在空音中發光了 讓你看到那閃電嗎 你看得到那閃電 就表示這個 這個能量也在作用 而且讓你看得到 它是變成光了 搞出來很少 是 那你的那個 焦額 能量 可以有把這個 炸彈成聲音嗎 也可以 對 聲音有這種能量 它發光 是不是因為中間有導體才會發光 呃 有導體才能發光 也 也不能講 這中間發光是它瞬間是讓那個 不是爆炸 不是爆炸 是讓那個氣體解離 解離 解離之後就發出來的光 所以我們通常可以講 這個閃電是一種電降態 那如果空氣不解離的話 它會有點打不下來 它會打不下來 所以它會一直 那個電壓一直沈在那邊 它不會爆炸 那它假如 因為有沒有這個可能是 就是你有能量 就是你從那一步的感覺 然後這個聲音 我不知道 有可能 我不知道 有有有 但是基本 基本上在雲中間要 要打閃電 你有可能說這個光很小 不過可能要怎麼樣 情況之下 你可能看不到這個 看不到這個光 但你聽到聲音 你會覺得說 它一定會有一個光 你才會 不是這樣講 因為 它聲音怎麼存在的 它聲音怎麼存在的 它聲音 它聲音 它不是靠震動產生 這邊的聲音 不是因為震動 這邊的聲音 一般來講 是因為你這高冷 高熱 讓中間的水 瞬間爆炸 瞬間蒸發 瞬間膨脹 你膨脹在瞬間 產生了很大的一個 推極的力量 那你才有類似暴力 那種暴力 那種暴力量 瞬間的推極會成暴力 你這樣 譬如說一個鞭炮 突然爆到你 你突然放一聲 是因為紙被撕裂的聲音 還是因為瞬間那個 空間裡面的那個 氣體突然膨脹 你膨脹速度 事實上是這樣 是瞬間膨脹 而且膨脹速度超過音速 飛機你看 飛在飛 你一般就像是引擎在摸 可是超音速飛行的時候 你像是音爆聲 音爆聲來自哪裡 我們上次 是以前有解釋過 音爆聲來自你的飛機 突破音速的時候 在前面的壓力累積 累積到那個 他已經變成一個音障 突破音障來 所以你會產生很大的爆炸音 反正人間太扯了 太扯了嗎 為什麼 對 會有綁聲 他會突破那個聲音 這個是空氣 沒有到空氣 空氣被累積壓縮 壓縮到一個壓力很大的瞬間 那一瞬間 你要突破他就成功了 所以我今天一個小空間 我突然間施放大量的氣體 這大量氣體膨脹的速度 遠超過光速的時候 你就會聽他爆炸 超過光速 音速 超過音速 我剛剛講音速 我剛剛講音速 是要一次講光速 我有講光速 對 稍微講 音速 有 有沒有方法可以取成力 能量 大家有方法取成能量嗎 那聲音的能量 聲音的能量好像沒辦法取成 我不是怪獸電力工具 不好意思 可是我剛剛覺得好想玩音速 OK 其實聲音的能量也可以取成 目前來講都科技 因為像 螢音機 螢音機不是儲存能量 螢音機是儲存軌跡 儲存那個波形 它沒有儲存能量 我們真的在儲存能量 比如說我想講說 像有種比如說 壓電晶片 你壓它它就會產生電流 像有種壓電晶片的東西 你去壓它 它就可以產生電流 很小的電流 很小的電流 但是真的有的拿出來 它就是小電流 你可以拿去做一些動物 那可以拿一疊然後這樣 砰然後這樣 爆炸 它不會到爆炸 它可以儲存電流 它就可以儲存了 不知道 十分 那它 你說它這樣壓 它哪有時間 它靠裡面晶體破裂 晶體破裂 晶體破裂 晶體是可以回復的 晶體壓縮的時候 它有點破裂 破裂的時候 放入電子 就這樣 它電子好 不一定好 你有個導線 它就可以有 你導線如果有接通 它就可以有電流 有電流可以交往 沒有沒有 不是說 它不是說可以交往 不是說 這樣會有小的 這個用途是什麼 譬如你讓它地棒 什麼叫地棒 不知道 我卡車 我有沒有超在用途側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這樣卡車去壓過一個東西 我就覺得卡車有再多重的東西 可是 一般來講 如果要彈簧秤 希望彈簧秤要多大一個 對 所以現在當中 壓電晶體 壓電晶體 我壓過去的時候 我看它可以放出多少電流 就讓它多重 其實越大 對對對 我不知道 這個叫壓電晶體 這有個晶體 看一壓就放電 你去查一下 這個 它壓後 它其實沒有要壓 它壓 它壓 它跟晶體變形 它就放出電子 為什麼 就是一種 一種現象 一種現象 就是這種現象 就跟我現在把 把那個什麼 把碳 把碳板去照太陽 我就會放出電子 為什麼 因為它是 因為它是 太陽的熱氣 它把熱 收集在一起 因為它 這不是熱氣 這是因為太陽 太陽光本質 就是能量 應該這樣講 所有的晶體 所有的 所有的物體 接收到能量之後 它就出現不同的變化 我們晶晶片呢 晒到陽光之後 晒到陽光之後 因為晶晶片是兩個不同的金屬 它晒到陽光之後 它這兩個金屬 就會開始 想要把電子丟出去 那一個電子丟的比較強 一個丟不出去 電子丟就不來 我們想講摩擦深電 摩擦深電 什麼深電 把深電或負電帶走 誰帶走誰 沒有 搶的帶走 搶的 搶的電子的帶走 比較 搶的電子沒有那麼強的 那個東西 就被帶走 你這樣懂什麼 摩擦深電 我的右手 跟左手摩擦 假設這兩個不同的物質 我在摩擦之後 這邊帶正電 這邊帶負電 表示什麼 表示我左手比較想要電 還是右手比較想要電 右手 右手 右手比較想要 負電高 代表他想要 負電嘛 因為他把負電代表 所以我表示我的左手 要負電對不對 他把這負電給搶走 那那個 假設 那個 摩摩電器 那假如你剛好有 兩個 兩邊都有 不知道 三個負電 對 那常常會 假如你這個 每個負電 你打 這些負電也很大 那兩個 就是同時 可以放 他肯定搶不走 你的搶的力 跟他搶的力 一樣大 就沒辦法搶 就不會搶 就沒事情發生 所以你在摩擦深電的時候 你可以拿 塑膠棒跟塑膠棒 兩個一起摩擦 會不會順便 不會啊 因為塑膠棒跟塑膠棒 是同材質 他們 對電子的需求 是相同的 所以通常會拿毛皮 去摩擦塑膠棒 因為毛皮 毛皮跟塑膠棒 是不同的材質 對不對 所以他對電子的需求不一樣 所以他可以把電子給搶走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應該是在這裡 把電子在這裡 對 我沒辦法想像你的想像 我在這邊抬 對 剛剛是同時轉 對 然後都累積很大的便量 是 然後他有沒有那個 就是 鐵橙球 對 那他哪個會 就是 那你這個摩擦 你有沒有去電 你電去在哪裡 不是 我意思是說他沒有那個 可以打的地方 OK 然後他 對 還是有一個寫球 所以他這樣摩摩擦 也一定很大 那假如他都是正負的話 他兩人就打在一起 他如果是正負 你正負就不會打在一起 那如果是正負 對 那就會打在一起 就有可能 兩邊一起來 要電壓夠大 兩邊一起來 你電壓要夠大 大放空氣中的東西 解離他才能夠 那個 跑過去 我意思是說他沒有可能 是兩邊一起來 沒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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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一起來 希望中間誰在吸 對 所以我就很好奇 這樣會不會有什麼 不會啊 你中間沒有東西吸 我這邊帶正電 這邊帶負電 這邊帶正電 這邊帶負電 可是假如你正電 是正電 跟負電 他們兩個都會互相吸引 可是我們的理解裡面 誰會動 正電會動還是負電 會動 負電啊 正電會動 對 對啊 因為負電是電子 電子 電子會移動 正電是電子 是原子核 原子核不會這樣隨便移動 對不對 所以假如我那個 你都帶了正電 還會不會打開 那雷錄往上打 沒有錯 雷錄往上打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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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 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 對 好你說 那腳的中間 有一個 另外一顆鐵層球 右邊腳摸摆 整邊 他就有個也是 發生 你要畫下來 我真的不知道 不太狂 你說什麼 球 球球 然後這邊就是負電 啊 產生負電 產生震電 然後打那個 卡 然後這邊可以球球 然後這邊用滑爪 正常來講 正常來講 那你這邊如果會拍不來 這邊也會拍不去 好 知道 那我就不懂 那個 那假如你這樣一直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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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全都是正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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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我們做那個機器 這樣累積的正電的話 所以不一定是 這邊打過 就是 不是還是會有一個 那個 收電的東西 那不一定是從這邊打出來 就會從這邊打過去 啊 看你收集到正電 又會到這邊 那我都會到這邊 那是打過去 蛤 就這樣 對啊 可是這邊這邊有東西 不是嗎 你這邊要接地啊 那你接地 他附電請問我回頭 這樣 這樣 他不會 他不會從這邊過來 不會啊 因為這邊比較好重 因為 你一般來講 你這樣畫 這樣講這個距離跟這個距離一樣 我告訴你 你現在聽懂他做什麼 你現在考慮肉 如果不是要 你要是個人的議題 應該是 放在你個人的時間來考慮 因為現在上課 對 那 對 因為這樣的話 大家都沒事做 Sorry Everybody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知道說 我只要有一庫輪 在一個一伏特診之間的電壓差移動的時候 可以到一覺的能量 那我現在知道是 我的一覺的 我每秒鐘有一庫輪的電流過去 所以我一二秒的電流過去這個系統的時候 我會發現 我每秒鐘可以做一覺的能量 也就是我功能就可以得到 是一瓦 當然這個東西 我們如果用符號 會用一個變數來表示的話 假照的兩者之間的電壓差是 V伏特 我流過的電流是 I 也就是我每秒鐘時間 每秒鐘時間流過的 就來Q的固人 那我就可以知道 我得到的功率就是 那這次我們做一個題目對不對 上次我們做一個題目對不對 上次我們做一個題目是 上次做一個題目是 第幾頁 第十六頁的題目 我們看一下 這是一個病聯系統還是串聯系統 這是一個病聯系統還是串聯系統 病聯系統 病聯系統 你可以看 你看這電流 這電池的正電 通過這個系統 你可以通過這個系統 那這是一個病聯系統 那 但是你這邊斷掉了 這邊不影響 這兩個迴均 是彼此不會影響的 當然你說它斷在這裡 那斷在這邊 當然這邊 那邊全部都斷了 兩條線同 你可以想像說 這是兩條線同的斷 那如果個別斷在這裡 斷在這裡 它彼此不會影響 這是一個病聯系統 好 好 那這樣 穿電系統就長這樣子 這樣可以分辨 穿電系統 任何一個地方斷 全都斷了 病聯系統的話 它的系統斷了 不影響到它 它的系統斷了不影響到它 它的系統斷了不影響到它 好 問一個問題 這邊的問題 電流是多少 啊 三幅 多少 三幅 三幅是電壓 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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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筆č 只乘電池 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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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螂 CPU 1.5 電流 電流是多少 電流是1.5 電流多少 在這邊 R是電阻 R就是歐姆 我們不知道是電流 電流是R 電壓 電流 三個你只要知道兩個 就可以知道另外一個 電流多少 1.5 電流比較大 電流比較小 這邊的功率多少 總率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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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 4.5 4.5 等一下 哪裡 R是電子 對 我們不知道電流是多少 我們不是 電壓跟電流的底子 對啊 上面有錢啊 我已經告訴你了 這不是3 3 對 然後3 電壓 所以 應該是3 哦 所以 看到什麼事情 我們上次扶過了 電子越大的 公益越大越小 電子越大的 公益越大越小 公益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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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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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啦 任何容易不理解 三等於 什麼三等於 一千乘上 一千分之一 一千分之三千 一千分之三千啊 一千分之三千啊 三百 一千分之三百 一千分之多少 是不是我的電池越大 我的電流越小 那如果說這邊 這邊的電流多少 這不是短路喔 這就是斷路 斷路就是斷掉 斷路啊 斷不掉啦 那是多人設計的 斷路的意思表示什麼 電池多大 電池無限大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說這邊的電流是不想用什麼 是不想用無限大分之三 是不是 是 因為電阻無限大 可是正在一個情況下 會還是有電流什麼情況 當這電壓很大很大的時候 所以看到啪 跳過去 那一瞬間空氣的電阻就不是無限大 有嗎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講說你在做一個安全 你要配合這個系統的設計 高壓電的時候中間的距離 那個絕遠的距離要夠厚 所以為什麼你看高壓 高壓電的電塔上面都有那個 陶瓷做的有沒有 很像一個碗這樣做的東西 你們仔細看一下 那個電線桿上面 那個高壓電線上面 都有一個類似這樣 他是陶瓷做的 他的絕緣性很好 可是呢 你高壓電的電塔 越高壓電越高壓 他就會越高 距離會越遠 如果高壓電的電線沒有那麼高壓 他可能只有兩個 或一個 你可以從這個幾格幾格來分辨 現在這個電塔的高壓電 是很高很高的高壓電 還是一點點高壓電 這個越高 那個高壓電越強 如果距離越大 這個中間是來確保兩條線之間的距離 他是陶瓷做的 陶瓷做的 他的隔壓性很好 他絕緣性很好 所以他不會 做完我們周加幾個 不會 但是 因為這時候要錢啊 可是呢 如果你的電壓非常非常大 你這電還就流得過去 我現在不懂的是 懂我意思嗎 他會把他打破 會啪 電他就流過去 所以說你這個距離 會隨你的電壓會增加 我多放幾個 我多放幾個 讓他距離變大 來確保他的高壓會打下來 懂你意思嗎 哦 我懂 但是 但是 他跟電是怎麼流過去 電都不流啊 他不讓電流下來 平常電就是從 很遠的地方過來 但是為什麼這邊 這邊是接電塔 電塔他要支撐這個電線 可是電塔是埋在圖裡面去啊 埋在圖裡面會有電 這是 這只是支撐電線 這支撐電線 但這個電線如果說這邊通的話 電就直接流到地面了 支撐電線 支撐電線 支撐電線啊 對啊 他是一個絕緣的物體 所以你可以看這個絕緣的物體有多厚 來知道說這個電壓有多強 所以你有時候在外面玩的時候 你看高壓電腦 那另外一個狀況是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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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有點不爽 他現在有點不爽 沒有 沒有 請去不爽 沒有 好 只是假設 我在接通了 我的R能0 好 你現在I位到 R能0 I連3 R 對 I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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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啦 趨近於無限道 onent 好 I I連3 上次我們講說電腦的一個0 實際上不可能有個電腦的1 他的電腦還是小 人強ig 他是0.0000001 所以他的貢膜多少 所以它的功率是三 對 所以它的功率多少 功率就是 三 B乘3 B乘3 B乘I I是無限大 無限小分之三 然後 B乘上I 是無限小分之九 所以是多少 無限小分之九 是多少 我不是講的嗎 無限小分之九 那多少 是無限大 無限小分之九 那就無限大 對啊 很明顯 所以這個情況 這情況叫短度 假設有B面系統 我中間就短度過去了 對 我這中間功率是很高的 所以為什麼短度系統會火災 因為它產生很大的功率 它可以順便做很多的功 所以它就溫度很高 所以它就會高起來 下課了 等一下下課了 等一下 多謝 會嗎 謝謝 我們 有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梏